字幕 李宗盛 好嗎?出港古京 1至4都是我們的節目 5月27日星期一 跟大家看看人民幣中間價 上星期已經跌至四個月的低位 星期五開出的人民幣中間價是7.1098-1美金 繼續偏弱 最終在岸人民幣對美金的收市價 也創了三個星期的新低 7.2447-1美金 不過最大的爭議其實就是來自彭博 有一篇報道 標題寫著中國允許人民幣 除著資金流出而下跌 美元測試了中國人民銀行的找地力 裡面就提及了 因為聯儲局會議記錄顯示 利率仍然會處於高的一段時間 導致美元上升 在美元上升強勢的情況下 人民幣當然是受壓的 另外也有中國前官員 曾經說過中國需要放鬆對人民幣的控制 因此他做了一篇這樣的標題 有一些市場人士或投資者 看到這個標題 以為是相當於中國容許人民幣貶值 所以上個星期尾 人民幣的匯價壓力都比較明顯 亦都有很多外匯的相關外電 亦都有提及 人民銀行將中間價設在7.1 在樓下水平 這可能是為人民幣和地區 亞洲其他貨幣同樣貶值提供更大的空間 所以導致人民幣的匯價有壓力 同時亦令到行星指數、港股和A股 都相相疲弱 不過其實彭博那篇報道 很快就有相關的修正 現在我們看到的 關於人民幣報道的版本 標題就是人民幣中間價 調降到今年1月以來的低位 防線邊際鬆動後 匯率繼續少幅走躍 已經不是之前標題大肆寫說 允許人民幣隨著資金流出下跌 因為如果資金流出的話 根據貨幣理論 匯價當然會受壓 其實它不是說中國容許人民幣貶值的意思 但我想是直接翻譯出來 所以市場可能有一部份看到這篇報道就嚇一嚇 其實上個星期人民幣是偏弱的 在亞洲貨幣表現裡也是相對弱的 連續六天的人民幣會價也是下跌的 不過其實彭博都說了 中間價開到7.11附近 已經跌破了2月以來波動區間的弱端 不過價位仍然大幅高於市場 預測均值的7.2462 即是跟路透之前統計出來的市場 預測均值來說 人民幣其實是明顯偏强的可以出來 但在岸匯率即期波動的下限 就放寬到7.2520 所以顯示官方可能對於美元強勢的情況背景之下 是容許人民幣有一個邊際鬆動的 其實在在岸市場在交易時段的話 如果你是不想人民幣貶得太厲害的話 你就需要找中資銀行入市去托 但這種托又在現在美元很明顯是 基於聯儲局可能減息的時間會比較後 所以就跟現在市場大的趨勢力搏 在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 可能都需要保存實力的情況之下 似乎有些唐備黨居 而且大家都知道過去官方即使不容許 人民幣快速貶值 但也不會持續不斷入市 反而可能差不多有些官方政策出台 再配合出其不意的入市舉動 來達至效果 所以彭博這篇報道其實它也有引述 來自澳新銀行駐新加坡亞洲研究主管 有一個公司的說法 就說 印行已經成功勸服市場 都相信它也不會容許人民幣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 也有工具來抵禦這些壓力 因此人民幣沽空風險回報並不吸引 但是即使人民幣在穩匯率政策下保持平穩 但是供求免貶值壓力有真無減 除了內外基本免差異之外 中美貨幣政策和利差分塊因素 沒有實質改善 接下來二三季度還要面臨中資港股 派息等季節性貶值的因素 馬來西亞駐新加坡高級外匯策略師Fiona Lim說 目前外部環境看 更加可能出現美元利率和美元指數 在更高位置維持更長的時間 所以這個背景之下 人行可能會傾向容許匯率走弱 他也強調中間價約和聯儲局鷹派的表態 可能更加有關係 而且價位仍然強過市場無形的預測 所以實際上中國約翰表達了 他穩定匯率和限制跌幅的意圖 所以實際彭博的報導告訴大家 是的,在美元強勢的情況下 人民幣確實偏弱 也沒有辦法 不可能用有形之手來完全控制市場力量 但在可行範圍特別 在官方的中間價格上 已經盡可能穩住人民幣的貶值 所以和他最早的時候 彭博聲稱允許人民幣隨處資金流出 而下跌 即是說官方中國要允許這個做法 似乎不是這回事 純粹是標題的問題 令到市場可能有一些解讀 就覺得是否容許呢 但是美元強 官方也不能夠不容許 只不過是在整個貶值的環境下 盡可能令到貶值的幅度減緩 不過彭博都有提及的 就是人民幣匯率增強彈性的提議 其實是再次出現的 這是來自外匯局國際收支師前司長管徒 他現在公職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師 他之前發表過評論 提及中國應該進一步完善回律政策操作 特別要注意不斷豐富政策工具商 避免一朝先造成的匯率調控效果遞減 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前官員 但實際上管徒是外匯局國際收支師的前司長 你說是否屬於在人民銀行 或者中國金融系統很高級的官員呢 特別是現在他做了這個券商的經濟師 所以似乎他更加大就是代表了一個經濟師的一個看法 當然啦 他作為這個前司長的一個這樣的評論呢 是可能會令到市場預期的人民幣匯率是有影響的 所以這個報道不是錯 但是你說是否代表官方的說法呢 這一點就有保留的 管徒自從公職中銀證券之後 其實他很多的看法和官方都有出入的 特別是人民幣彈性的前提之下 其實一向他都是這樣說的 管徒說今年中國經濟形勢研判和政策決策的一個重要假設 就是美國經濟軟著陸和聯儲局減息 加上美元指數走躍 這一個所謂的基準情況 但是現在這裡存在落空的風險 有機會這些是不會實現的 這一個會加劇國際美元方 導致包括A股在內的全球風險資產價值重股 而目前制約中國貨幣政策的空間加大 並且延長了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壓力 管徒說目前沽空人民幣匯率的力量 並不是來自境外主體的貶值恐慌 而是來自外資流入的方緩甚至逆轉 境外投資者擔心的不是匯率升跌 而是匯率僵化可能引發不可交易的風險 因此他說為了應對聯儲局貨幣政策 轉向和不可預期等等的風險 中國應該一定應對預案 推動經濟成長 防範涉外金融風險 積極吸引長期國際資本流入 所以其實他也是在說中國存在匯率管制上的結構性問題 因為如果中國官方堅持一定要匯率按著它的價位而走 可能有一些極端的措施出現 所以投資者就會想一下 是不是去駁人民幣匯率 因為到時就像這個盧布一樣 那你說俄羅斯的盧布是否可以投資交易的貨幣呢 很明顯現在不是了 所以管徒的說法就是 不如中國有一些市場化的操作 去吸引外國的資本長期流入 這件事反而是更加正向的 所以這裏其實就是管徒長期的一些看法來的 即是說是否在這一刻呼籲人民幣要有彈性 或者容許貶值呢 看上去就沒有必然關係的 但是在現在美元呈強而人民幣也是受壓的情況之下 管徒現在的說法當然也會給外電等等做一做文章 不過這個也是事實來的 就是中國四月份的新增外商投資連續四個月出現了放緩 商務部在上個星期五公佈的數據都看到 中國新增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五百八十五億人民幣 比二三年同期比急跌了三成六 是2019年底以來第二低的一個數據來的 另外人民銀行數據也顯示第一季度 新投資流入規模也跌了五成六 四月份的外資外流的情況也是惡化了 所以凸顯了人民幣在國內外經濟疲弱 和聯儲的加息軌跡之下面臨的壓力 這也是彭博的一個報導提及 外資流入確實也是持續疲弱的 所以管徒指出的這個問題是存在的 中國領導層在基本上著眼 寧願讓外資重新投資中國增加流入 令人民幣匯率保持一個貼近市場的彈性 會不會是一件更好的事呢 這是作為一個經濟師 一個可能比較支持一個自由市場的 雲貫經濟研究人士的一個說法 一個看法來的 但是這個看下去我就覺得 就不代表官方最高層的立場 當然中南海方面當然希望吸引國際資金 要不然你都不會見到 國務院總理李強和習近平總書記 其實近幾個月都不斷建議英國 包括Tesla的主帥馬斯克 都在一個月之前訪問北京和李強見面 亦都促使到北京方面解除了針對Tesla 生產汽車的安全禁令 而馬斯克也都頭頭暴暴理 近期都反口不贊成 向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 強調他和Tesla都沒有要求徵收關稅 所以你看到的 和北京方面修補關係之後 Tesla的馬斯克都為北京的電動車產業說話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